8點34分 歡迎您吃鎖定電視早餐 馬上帶您來關心的消息 就是全台灣第一個探討新住民議題的電視節目 一直受到新住民朋友的歡迎 而主持人海倫清陶跟黃鵬仁 趁著禮拜天假日特地南下高雄舉辦見面會 不少新住民帶著一家人來看偶像 也準備了表演 大家一起同樂 平常只能透過電視螢幕才看得到的主持人 海倫清陶和黃鵬仁 這下子可以親眼見到立刻獲得如雷的掌聲 他們主持全台灣第一個探討新住民議題的談話性節目 在新住民界可是相當受歡迎的 哇 我覺得現場真的好熱情啊 大朋友 小朋友就那麼多 真的是把整個心情都把它放得好high喔 對啊 而且啊 其實啊 新住民的朋友來這裡 他其實不一定是說啊 我好困難什麼 不是喔 他在這邊 他是來參與這個社會 他們其實也有能力能夠來幫助這個社會 或者幫助我們大家更理解他們 大家都說海倫清陶真的很漂亮 就像是電視上說的 她可是越南版的林志玲 還有媽媽主動要教她跳印尼的迎賓舞 怎麼 阿倫到底有 這樣可以嗎 還是不對啊 還要再弄一下 怎麼學好像都不怎麼到位 還是來看看到地的演出吧 為了這場見面會 新住民朋友也準備了精彩的表演和大家同樂 也透過節目內容 讓新住民朋友分享生活經驗 讓他們能夠更融入台灣的生活 中日新聞 高雄綜合報導